迎接國慶廉價了今年國際煙火熊在台中盛大舉辦 不過還記得不久前的中秋廉價延潮把台中高鐵站擠爆 迎戰這次國慶廉價的延潮 高鐵台中站標示出排隊動線 更把站內中間後車椅撤下 為了給旅客挪出更多空間 旅客進進出出高鐵閘門 雙十廉價還沒開始 高鐵台中烏日站就已經出現人潮 記者現在位於高鐵台中烏日站 那可以看到在記者身後已經有非常多的乘車人潮 為了因應國慶廉價 台中高鐵在站內地上標示出自由座乘客的排隊動線 為了就是要避免亂象再度上演 地面貼好黃色標線還有箭頭 引導旅客動向 還把本來放在中間的椅子 統統搬到樓下 騰出最大的空間 讓旅客動線可以順暢 這麼大費周章 全都因為上一次中秋廉價 10月1號售假日 單日就湧入33萬人潮 把台中高鐵站擠得滿滿滿 上次中秋廉價 台中高鐵自由座排隊人潮 擊爆了台中高鐵站 傳出有一名女學生 在車廂被半倒骨折的意外 高鐵發出聲明稿澄清 該名學生非自由座乘客 是被零座乘客半倒受傷 面對國慶大量人潮 高鐵工作人員雖然預估 旅客訴會不如中秋廉價 但不敢大意上警發條 緊盯國慶煙火秀 可能湧入的人潮 避免類似意外再度發生 台中市交通局也在高鐵台鐵 車站周圍設置接駁車 呼籲旅客多加利用 避免車輛篩爆煙火秀會場周圍 最后敗姓而歸 記者賴文良 視頻華台中報導